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客家二哥勞倫斯 今天很高興來主持 今天的客語搶答大挑戰 然後我們今天很高興 可以邀請到我們的出題者 韋婷 大家好 大家好 韋婷 再來是另外我們兩位參賽者 第一位是我們的雨萱 哈囉 第二位是我們的彥儒 大家好 好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進入我們第一階段的 請搶答 啊 是不是客家人啊 連這個都不知道 大燕怪 我看一下 你演的嗎 對 類似 喔 好刺濃吧 他主要是沒來演去 喔 OK 這樣 跑跑棍 啊 堅強的啊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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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耶 廢頭 答對了 答對了 再來 百嘴百批 請搶答 誰先 呃 應該是女先吧 二哥嗎 二哥先 百嘴百批的意思啊 就是說 當天 再摔摔摩 再摔摔 再摔 再摔 也就是那個打哈欠的意思嗎 對 沒錯 耶 終於有一個跟那個海路差不多的意思呢 一模式 請搶答 欸 貓貓 嗯 答對了 欸 欸 很厲害耶 誰呢 蝦氏 請搶答 有請 嗯 答對了 為什麼你會知道啊 對啊 為什麼會知道好厲害 因為不是客家人 喔 欸 他說我們不是客家人耶 對 蝦氏 浪氏 請搶答 欸 我猜一下 應該就是 說 就兩個人感情很好啊 就是這樣子 勾姦搭配的意思 對 沒錯 答對了 幸好再得一分 翻了一下 客家二哥的名號都被他搶走了 對 崩崩 請搶答 欸 八呆 八呆 答錯 真的 對 答對了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錯覺 他說放空 放空 八呆 八呆 請搶答 欸 我們那個桌遊 不是有一個桌遊 有那個八呆 八呆 八呆 我不知道耶 是 心中人的一種狀 狀態 一個人的狀態 嗯 很生氣的意思 嗯 不對 很鹹的意思 鹹也不是很鹹 胡子很長的意思 不是 他是 他是比較精神方面的 不是 不是 他是比較精神方面的 把共上戲 很無聊的意思 不是 不是 嗯 嗯 好 乖了啦 對啊 沒有Call out 對啊 沒有打電話 因為這個 這個人 他 年紀大 所以 他面對事情都會比較 沉穩 對 他 他 就是老神在在 不放步 不放步 喊某不 請搶答 是幾個的嗎 對 沒錯答對了 親子人嗎 對啊 這好難喔 無謬 請搶答 哈哈哈哈 親子在一起 親子 對沒錯 有 劉燕 請搶答 誰 誰 我沒看到耶 沒有 好 好 好 OK 好 請搶答 Yeah 永遠 對 A永遠 OK 好 好 因為你還好吧 還好 OK 臭麻耶 好 對 金針 對 對啊 那怎麼辦 翻死沖 請搶答 眼鏡蛇 沒錯 答對了 雨萱 你在幹嘛 這是高杉哥嗎 都很深嗎 放空了 搶麵條 玉秀妍 玉秀妍 不對 不是 驚嚇過度 是嗎 喔 不會啊 是那麼長 對啦 鵰廣公耶 請搶答 好 當秋千 對 厲害厲害 厲害 鵰廁欸 請搶答 比較快 一折子 對 拿著 對啊 這個是我懂的 結束了 又結束了耶 我們就裝不出了 經過第一階上 非常刺激 精彩的一個 快問快答之後 是由我們的彥儒暫時領先 但是我們客家二哥還有我們的雨萱 絕對不會輕易放棄投降的 我們一定要打敗彥儒說是不是 加油 你怎麼感覺一點自信都沒有啊 到底怎麼回事 好沒關係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第二階段的搶答 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發問者 韋汀 好我要考考大家 今天一種通風 有記憶寬重重的身體那個發射 四季教 這一個講不是肚子啊 我要猜這個 老師可以搶答嗎 可以可以請搶答 肚子 答對了 肚子可以兩個講嗎 答案是土的 對 那一種動時 表情很重的擁抱 一條一條 啪啪的 好可以請搶答 啪啪 啪啪 對答對了 答案是啪啪 那一種動時 你會然後配音 小間你的工作那間 你會拿出一種字 一種字 好請搶答 請搶答 嗯答對了 答案是兩片 那一種高通工具 嗯 頭也沒有 好請搶答 好請搶答 答對了 答案是 拆暈 再來 嗯 那一種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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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條一條的 斑馬 答對了 耶 答案是 我猜對一題 斑馬 那一種動工具 那一種動工具 嗯 打天爐 打天爐 要用到 做的大師 好請搶答 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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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鍵盤 嗯 那一種動工具 打天爐 要用到 去做的拿來 打天爐 要做的 那一種動工具 好請搶答 轉機 嗯答對了 然後答案是 樹皮 嗯 那一種動工具 嗯 青島你九省 都會 吃一杯 不過是青島 所以不夠 像 比達 咖啡 咖啡 答對了 咖啡是 咖啡 經過我們非常激烈的競爭之後啊 今天的優勝者是我們的 彥如 對 好那我們請我們彥如來 用客家話發表一下我們的感言 彥如請 嗯 欸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 他剛才會發 和客家話發表一下 大量 哇 嗯 嗯 經過今天非常激烈競爭的一個競賽啊 然後我們就是彥如脫穎而出 然後獲勝了我們這一次的比賽 然後所以我們這一次啊 他的獎品就是 我們小編買的三支槌子 然後我們來頒獎給他 彥如 呀 其實啊有一點殘酷啊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 就是參賽者 然後我把我的 鞦子這樣子頒獎給他 其實心裡有意思是地難過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的那個節目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 透過輕鬆的方式啊 讓大家有機會來學客語 如果大家對於客語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我們湯原市政府 只要加入我們LINE 就可以在LINE裡面啊 查詣 你想要學的客家話 好 那最後我們來謝謝我們的處理老師 韋婷 謝謝 謝謝 然後另外我們兩位的貴賓 彥儒還有雨萱 謝謝大家 拜拜 下次見 謝謝